俄罗斯发射最后一枚载人航天专属火箭联盟号FG 搭载联盟号载人飞船MS-15飞往国际空间站 也是第70次发射 除2018年10月11日发射失败外 其他发射均顺利完成 联盟号FG是俄罗斯为载人航天打造的专属火箭 从2020年起 俄罗斯将正式启用新型载人航天火箭 联盟号2.1A火箭 运送宇航员飞往空间站 8月22日曾升空一枚联盟号2.1A火箭 搭载俄罗斯首个太空机器人飞往空间站 联盟号2.1A与联盟号FG两者最大不同在于国产化 新型用的联盟号2.1A全部采用俄罗斯国产设备原件 而且使用现代化数字系统取代了传统模拟设备 联盟号FG火箭的控制系统使用的是乌克兰配套原件 这种更换动机当然是出于战略风险考量 这次联盟号飞船MS-15搭载俄美阿三国宇航员 俄罗斯宇航员奥列格斯克利波奇卡 美国女宇航员杰西卡梅厄尔 阿联酋宇航员哈扎曼苏里 哈扎阿尔曼苏里是阿联酋首位太空人 也将是第三位进入太空的阿拉伯人 阿联酋里尘把它分解成 阿联酋 movie 阿联酋我们在参考核丽杯 阿联酋 fli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